人都是有因果的 你们不懂因果并不是代表就没有因果 人跟人的吵闹、嫉妒、烦恼都是有因有果的 所以众生所结的善缘、恶缘、生浅 都是你上辈子的 所以要把它融入佛之大海当中 能够海纳百川 拥有宽阔的胸怀就能善解人意 就能理解别人放下自己内心的嗔恨 所以在人间不论倾家还是冤家 我们都要彼此的相互帮助、相互提携 互相的接应 有的时候一个佛友提醒你一句话 会使你豁然开让 所以很多小朋友、很多学佛的人 自己做错了在忧郁当中 别人善意地提醒你一句话 可能就是菩萨让他来提醒你 你就会转恶念为善念 转恶缘为善缘 化成缘为法缘 这是生命当中我们学佛最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修行路上要多接善缘 我们才能一事修成 广结善缘那是一种智慧 只有众生对你的爱 才会造就你无限的慈悲力量 谢谢大家